阿雪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噓 老妈 我只是在缅怀我的童年 作为一部90和000后的共同回忆 落落历险记讲述了一个小男孩 穿越到游戏里的冒险故事 而专业间十多年过去 大多数玩家都忘记了动漫剧情 却始终还记得一个叫猛虎王的角色 尤其是他那一句至今还活跃在鬼族区的 你放屁 然而当阿雪我前段时间再次回忆这部童年经典时 却发现他始终都在给我们灌输着正能量 这个故事主线都在告诉我们 何则赢 分则输 只有懂得团队配合的人才能最终战胜敌人 并且这个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我 比如阿雪我最近在VGame上 玩过一款叫装甲战争的游戏就深有体会 如果队友完全不能配合 只顾着在游戏中秀自己的高端坦克 丝毫不去推定主线剧情 那么等待玩家的往往是任务失败 但要是玩家们懂得团队配合 就算面对疯狂难度的敌人 就算没有炫酷的大天使与赛博武士 也能比较轻松的击败BOSS成功通关 而现在装甲战争已经在VGame上开放预约 快来跟阿雪一起欢乐开黑 抱团推土吧